高雄鋼山昨天上午天空霧茫茫 環保局追查發現 是有六塊農地 就地燃燒收割後的廢棄物 將依法開罰 但是元凶抓到之後 今天天空仍然是空污很嚴重 環保局就說是氣候的因素 導致擴散條件差 而高雄一到秋冬 就會有空污的問題 也成為選戰的交鋒話題 地上一道道焦黑痕跡 是燃燒收割廢棄物的證據 高雄鋼山三號一早 霧茫茫還伴隨一股塑膠味 環保局貨報出動空拍機搜索 發現是隔壁的子關跟橋頭區 有六塊面積共五百多平方公尺的 農地露天燃燒 將以空污法 才罰十萬元以下罰金 岡山空污元凶抓到了 但隔天四號的高雄 還是白茫茫 民眾說這是柴山 今年能見度最差的一天 就算到光線較亮的地方 前方八五大樓仍是灰蒙蒙的 今天有一點比較霧 確實因為都看不太到 不知道是霧 還是空氣 無論高處還是路上望向遠方都像隔壹成沙 到下午四點高雄仍有十個空氣品質側站 顯示為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 環保局表示這是氣候因素導致擴散條件差 說要求降載環保局也派人到工廠積查 但高雄每到秋冬就要面對空污問題 也成了藍綠市長選戰交鋒話題 柯智恩認為高頻空污總量管制第二期應儘速制定 陳其邁則表示以擰定 淨鄰城市管理自治條例 等待議會審議會從長短期兩方面設法改善空污 記者陳懷孟昭全高雄報導